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邪》中记载了一个剃头匠经历恶报的故事 现在分享给大家 故事发生在清朝 乌城县有个老棚 妻子有病 儿子年幼 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卖丝度日 生活比较困难 有一天他抱着一捆丝去收购店卖丝 由于价钱没有谈妥 他把一捆丝放在柜台上 用手比喉着他劳作的艰难 请店主同情照顾他这件生意 当时另外又进来几个卖丝的人 店主转身去照顾他们 而老棚放在柜台上的那捆丝 一眨眼的功夫却不见了 老棚拉着店主去官府告状 店主辩解说 我店拥有数万金资产 当时来卖丝的人很多 我不会去偷他那价值几千门钱的丝 再说我当时也没时间去偷他的丝 我正在照顾别的客商 官府认为店主讲得很有道理 便对此事不再追究 就结了案 老棚只好回家 一路上闷闷不乐 快到家门口时 小儿子间父亲回来了 高尚的跑上前去找他要糖吃 老棚因丢食丝心中烦恼极了 正在气头上就对小儿踢了一脚 没想到小儿应声倒下 竟然摔死了 老棚非常痛心后悔 想到病床上的妻子 觉得已无路可走 转身投合自杀了 过了一会儿 邻居发现小儿死在门外 连忙进屋 告诉小儿的母亲 她正卧病在床 就在此时 又有人进来告诉她 她的丈夫老棚投合而死 这位酒病在床的母亲 得知一脸失去了两个亲人 顿时感到晴天霹雳 神情恍惚 随后也跳楼自杀了 官府闻讯赶来 检查后也没说什么 就简单地吩咐 把这不幸的一家人埋葬了 到了第三天 忽然天空乌云密布 雷声大作 下起了瓢泼大雨 紧接着一个炸雷 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 只见三个人从空中掉了下来 掉在了庞家门口 周围的人们赶紧从四面八方跑来 想看个究竟 在三个死者中 忽然其中有一个 渐渐地苏醒过来 人们一看都惊呆了 因为大家都认识她 她是个剃头将 大家正在惊讶之余 剃头将说话了 前天 小偷孙健在收购单的柜台上 成人不备 偷出一捆丝 被住在对门的谢云看到了 坚持要与她分赃 否则就去告发 后来孙健和谢云 一同来到我的店里 让我帮他们 把偷来的丝卖掉 卖掉后 他们每人各得钱两千文 分给了我三百文 很快 听说麦斯的老鹏头合了 一家人都死了 官府也不再追究了 我们三个人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今天我们同时遭雷击 神雷把我们三个 从不同的地方抓到了天空 击中后 又把我们三人 一起扔到老鹏的家门口 我知道这就是恶报 他们两人都被打死了 雷神留下我一条小命 废了我一条腿 让我活着回来 讲明这件事 告诉大家以后 千万不能做损得的事了 大家听着 觉得汉毛孔都竖起来了 都赶紧拥上钱 看他的腿 果然发现 他的一条腿已经没了 在场的众人 个个都十分震惊 人们纷纷感叹说 看来确有神明啊 确实是恶有恶报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 谢谢